腾讯体育10月25日是,自从1月26日跟进肆裂之后,最近的9个月时间,考新斯一直都处于康复中。 好消息是,考新斯的康复情况良好,主帅科尔表示,付出之后,考新斯会担任球队的首发中锋,NBA正视频直播爵士VS火箭密切尔营战哈等考新斯回归后,将任首发考新斯的恢复真不错。 之前,考新斯一直都在做个人训练,近期他会逐渐去参加一些球队的训练。 主帅科尔已经明确表示,当考新斯恢复健康的时候,他会成为勇士队的首发中锋。 不过,考新斯并不纵视会和首发球员在球场上待荡,科尔准备让他扮演大卫维斯特之前扮演的角色。 我觉得,你会看到他扮演过去几年大卫维斯特扮演的那个角色,维斯特引领球队的第二阵容。 科尔说道,我觉得你会看到我们将考新斯放在地位,看到其他球员围绕他打空间。 过去一个赛季,维斯特每36分钟可以送出5次助攻,而考新斯每36分钟可以送出5.3次助攻。 另外我们可以让他去做高位掩护,让他去投三分球。 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,我们一直没有一位大哥资球员,有能力做到这些。 考新斯真的是一位出色的三分射手,他有着非常出色的融合手感,而且也可以传出好球。 局夜生涯的前五个赛季,考新斯并不怎么投三分,在2015-2016赛季的时候,他一共出手2,10次3分,命中了70球。 而在2016-17赛季,考新斯场经会出手5次3分,三个赛季,考新斯受伤之前,场经会出手6.1次3分球。 当然,考新斯在永续队能做的,还有更多,能够围绕他去做一些实验,就非常有趣。 这样我们就能让他找到合适的方式融入球队。 科尔说道,今天,考新斯已经参加了球队的一些训练,赛前,他还从克莱·唐普森比拼三分。 事实上,勇士的球员们对于考新斯付出,也充满免了期待,那会是非常神奇的。 克莱·唐普森说道,不过,现在的勇士只能继续等待,目前他们仍然能没有给出考新斯的具体恢复时间,很高兴能够看到他训练,拼搏流汗。 勇士前方凯文·杜兰特说道,为了回归,他每天都在努力训练,他非常渴望回归,我们也都渴望他可以回到球场上,到他最终回到球场,只需要一个过程。 但是我觉得,他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,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,勇士对教练组就表示,不着急让考新斯回归,而杜兰特也有着相同的看法。 他没有必要着急回来,他会成为我们成功道路上,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隔方 隔方